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本赛季一场胡人与灰熊的赛后,詹姆斯,在媒体采访环节,特意提到了一位年轻人,扎伊尔维莲姆斯,我看了他好几次,那种感觉非常奇妙,我享受这样的时刻。 或许很多人听到老詹这话时,开始会有点摸不清头脑,但在了解过背景后,你便会明白那种感受,扎伊尔维莲姆斯,是詹姆斯的大儿子,布朗尼,在高中时期的队友, 简而言之,舒直辈的两位球员,同台竞技了,要知道,仅仅在不到两年前,詹姆斯经常,去看儿子比赛的时候,扎伊尔还是那所中学的王牌球员,每次碰面,他都会礼貌的教一生扎书,甚至在五年前,扎伊尔还参加过詹姆斯举办的训练营,如今时过境迁,这个2001年出生的小前锋,成为了正式的NBA球员,从詹姆斯前些年,的话语里,你不难读出,老詹,有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,能在未来某一天,和自己同台, 那或许是比4万加1万加1万,还要让他开心的成就,但随着扎伊尔等新商代球星的入行,这个构想,或许正慢慢变为幻想,去年年初的时候,布朗尼在一次直播堡垒之夜游戏时,被朋友问到了,何时打篮球比赛,布朗尼沮丧的回答道,我的半月板撕裂了。 随后,布朗尼休养了近20周,在这期间,他参加过电竞比赛,换过几个飞的女友,但很少再看到,他碰篮球了,在此前的一份。